那我们现在呢 马上请出王教授呢 让我们来了解 就是人工智能的应用与未来 特别希望就是了解一下 我们买下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是不是在这个人工智能上面呢 其实也看得见未来 然后也是非常重要需要的 有请王教授 我这个题目起的有一点这个不太一样 我叫What AI Can't Do 就是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呢 首先就是说我们应该了解到 AI它所能干什么 或者是说当前的AI 同时也要了解到当前的AI 不能干什么 我们要清晰地了解到当前AI的边界 才能更知道 它更适合于应用于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那么我在这个talk里头呢 将从这种AI的这个过去的历史 然后发展的现状 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向这个各位马来西亚的同学 介绍一下我的一些前想的看法 那么我就开始了 那首先是人工智能如何定义 这是John McCartney 一个这个AI发展之父 他的一个定义 AI is th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f making intelligent machines 所以人工智能就是知道 智能的科学与经常 大家好像听起来觉得 但它内涵是什么呢 是吧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AI发展的历史 看一看或者是想一想 AI这个领域到底在研究什么 这一个人实际上非常有名 他不光是在AI界 他更重要的是在信息科学界 是非常有名 他就是说明了这个香农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香农定理 他在1952年就研究了一种 很小的一种机器的装饰 就是一个会议在迷宫里头 寻找路径的一个小老鼠 就是香农的老鼠 我们看一段他的这个视频 看看这只老鼠 他就怎么产生智能 在这个机器里头呢 当香农把一只老鼠 放到这个迷宫里头 是吧 那么他就会不断的去寻找路径 一旦他发现了出口之后 你再次把这只老鼠 放到任意一个位置 他都能够 不浪费部署的直接去寻找到出口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实际上他就是运到 这里头关于智能的这个定义 实际上就是记忆 我们可以 其实等会后面的话 画面大家可以看到 在每一个这个迷宫的这个格的后面 其实都对应了一个积电器 可以看往后看 看 每一个格后面 实际上都对应了一个积电器 当老鼠 走过的路径 发现这个是可以通到 这个这个出口的时候呢 积电器就把它抬起 如果不可以呢 就把它放下 所以说其实这只老鼠 相对来讲 之所以能够找到出口 完全是因为 它拥有一个记忆 我们就 其实我们就 就发现 就是说一开始来讲 这个这个人的智能 实际上包含很多的方面 其中记忆 也被看成是智能的一个方面 那么再看这个 大家都知道 这个AlphaGo 对吧 这个Deep Man 他发明了一个机器 能够战胜围棋世界冠军 实际上在50年代 到60年代的时候呢 这个科学家 这个美国科学家 叫做Summer Summer他实际上研制出了 这种下西洋跳棋的 这个程序 已经能够战胜一些 业余的选手了 大家要知道 这是在50年代 这是接近70年前 在当时那么弱的 这种计算环境下 它就能够挑战 人类的质地 所以说这个Game AI 也是考察 人工智能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侧面 那么AI这个词 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呢 实际上源于一个 1956年举办的 达特茅斯会议 当时呢 一些这种 AI的先驱们 同时就是说 大家产生了一个共识 就是把他们所研究的 这个领域叫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也就是人工智能 1957年 产生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发现 感知机 感知机其实看起来 非常的简单 有弱干条输入 通过一个非线性的变换 产生一个刺激的输出 它这个感知机 它的这个想法 是吧 它的Motivation 实际上是源于 这个人类的这个神经元 所以说它把这样的一个 结构叫做感知机 我们可以看 再看一段视频 就是在当时1957年 感知机是一个什么样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一个一个的圆圈 是吧 这每一个圆圈 就是一个神经元 也就是一个感知机 当时人类就想通过 这样的一种 真的物理的 而不是这种 纯数字模拟的 这么一个机器 来去做一些 简单的感知的任务 我们在网络看 它做一些什么感知的任务 大家可以看到了 实际上这个 这个当前这个画面里头 所展示的就是 人们通过以 训练的方式 去让感觉 去识别这个性别 识别人类的性别 大家可以看到 它把一张张 这个男人或女人的照片 放到这样的一个 输入的镜头下面 然后同时告诉机器 现在当前的 我放这张照片 是男的还是女的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训练样本 它通过 这个给模型输入 这样的训练样本 然后呢 在其他的一些测试样本上 进行测试去判断 给我的测试样本 到底是男人还是女 当然这个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 肯定不能一样的 不可能 不能说是我在测试的阶段 出现训练的时候 我所见过的这个图像 所以说也要求 这感知机具有一个泛化的性能 这个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这是这一波人工智能 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也就是神经网络的早期的 就是最早的一个形态 实际上我们目前来讲 整个这个训练机视觉 或者是这个深度学习领域里头 所遵循的基本的这种框架 仍然是这种训练测试的方法 仍然是 也换句话说 是一种数据驱动的方法 这里头的所有的训练样本 我们可以管它叫做训练数据 那么它是通过从数据 从训练数据中去学习 一定的范式 然后把它泛化 用到这些那个测试样本 实际上这一点 即使到是 即使是目前这个 这个70年之后的现在 仍然是这么一个范式 只不过我们用到的 机器更加的好 然后呢 我们用到的训练的方法 更加的好 我们的神经网络的结构 更加的复杂 我们的优化的方法 更加的这个便利 等等等等 使得呢 它真正的能够去处理 去应用一些 真正的能够在一些 实际的应用中 发挥作用 当时这个1957年 这个感知机 虽然人们是想做到这一点 想做让它识别 这个男和女 实际上它当前 当时这个机器 它的泛化性能 实际上非常弱 它也没有办法 去在实际中 那么当前这个 或者是说 近十年 近十几年来 最大一个进展 就是我们真的 遵循的这套 这套逻辑 这个范式 把神经网络 用到了真实的 这个场景当中了 好 那我们下面再看 1956年 还有一个语义网络 我不知道 有多少同学 听说过知识图 知识图 也是非常重要的 人工智能的 一个研究的范畴 在知识图里头 所有的知识 都被描述 描述成一个图 这个图里头 分节点和边 每一个节点 每一个节点 代表一个概念 那么每一条边 每一个连接 两个节点的边 表示的是 这两个节点 或者叫 这两个概念 之间的 语义的关系 那么 我们有很多的节点 也有很多的边 这样就过成一个 非常大的 一个图的结构 我们就把这样的图 叫做 知识图 刚才提到了 这个感知机 它实际上在当年 并没有得到 真正的实际当中的应用 原因就是因为 也是一个图领奖 获得者叫 马文明斯蒂 他发现了 一个感知机的弱点 就是单层的感知机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 去区分线性不可分的问题 他只能处理线性可分问题 他不能处理线性不可分问题 那么大家看图中的 这个PPT 这个左边这个图 是有两种颜色的 螺旋状的物体 一个是紫色的 一个是红色的 是吧 我们可以通过一条直线 把这样 这两个物体去分开吗 没有办法做到 对吧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线性不可分的问题 马文明斯蒂 是证明了 线性不可分问题 不可能有单层的感知机来解决 然后 由于这一点 导致了 这个 神经网络 或者叫连接学派 近十年的沉寂 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 还是可以被解决的 刚才我一直在说的是 单层感知机 当我们用到多层感知机的时候 实际上 它就可以解决 这种线性不可分问题了 那好 我这个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 那么到底什么是智能 到底什么是人工智能呢 很遗憾的是 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 明确的定义 但是我刚才给大家演讲 给大家就展示了 就是说 从最早期人工智能 它所研究的这些领域 这些领域仍然到现在 仍然是这个研究的热点 是吧 我们可以发现 一般的认为 人的智能应该包括 推理 规划 记忆 学习 交流 感知 移动和操作物体等能力 等等等等 这些人的智能 如果我们研究的领域 是希望让机器 去实现这些人 才能做到的 这种智能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其实 基本上就可以说 我们是在研究 人工智能 所以说 人工智能它的这个 概念实际上是非常宽泛的 那么还有一个 著名的一个测试 就是所谓的图灵测试 它是怎么判断人 它是怎么判断一个机器 具有这个智能呢 它实际上做的是一个 隔想组测验的方法 这里头 有一条中间的竖线 是吧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堵墙 隔开了A B和C C呢 实际上是一个判断者 他要通过询问的方式 他并不知道墙对面 到底是人还是机器 这里头A就是机器 B就是人 他并不知道 并不知道我面对 到底是人还是机器 那么我唯一的方法 是通过跟他对话 来判断 这到底是机器还是人 如果这个C 这个判断者 没有办法区分或者没有办法判断对面到底是人还是机器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就认为如果对面是一个机器那么这个机器就具有人的智能 这个非常一个朴素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扭准 但是当前仍然被广泛的使用 那么好 图灵测试 当然图灵测试它仍然有很多的局限 我们这里头看看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这个 大家知道Siri 实际上1966年就产生了第一个所谓的这种聊天机器人 它的名字叫做Eliza Eliza它是干什么呢 它是用来去帮助那些抑郁症患者通过聊天来进行治疗的 我们看它是怎么进行对话的 这就是一段视频 聊天的其实是一台机器 但是呢 我们并不认为这个Eliza就具有特别高级的智能 实际上它的运行的逻辑非常之简单 它就是它实际上是完全是一个规则去动的系统 然后呢 它的一大法宝就是不断的重复 这个跟它聊天的这个患者的这个话 然后换一种方式对它进行 就是说重新的重新的这个叙述 然后以这样的方式呢 但是呢 这个抑郁症患者反而会觉得 这个在心里心灵上得到莫大安慰 因为它发现了一个 可以不断的听自己唠叨的 这么一个非常nice的这么一个倾听者 我说的每一句话对方都在接受了 这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我举这个例子实际上就是说 chatbot这种聊天机器人 就我刚才说这种沟通 实际上也是人工智能所研究的一个范围 但是呢 它的评价标准 同龄测试 虽然这个同龄测试非常的有名 也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它并不能够拿来去 就是说简单的用它来去 评断这个机器的智能 实际上机器智能 判断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 那么好 人工智能到底在研究什么 我这里头列了一些 其实都是我们所研究的对象 像推理演绎和解决问题 有一类的人工智能研究领域 就是在做定义证明 其实也是早在70多年前 人们就已经设计出了程序 能够自动的去证明 罗素的数学原理中的若干个定理 还有像知识工程 实际上这就跟知识图不相关 机器学习 就是我刚才说的 刚才提到的那个 就是Perception那个办事 如何 对吧 在这种训练数据中 学习可以推广的办事 必须把它应用在这个 未见的测试数据上 还有机器感知 人具有眼睛 耳朵 鼻子 对 是吧 他都能够感知这个客观的世界 那么人能不能做到 那么机器能不能做到 那么机器做到了 如果像人一样能够看这个客观世界的时候 这个我们就管它 这个研究领域 我们就管它叫做计算机视觉 那么如果能像人一样听 去研究这样的一些任务的时候 我们就管它叫做预言处理 是吧 资料预言处理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人工智能 所预计的办法 那么人工智能它的发展 也不是一直非常平稳的 实际上它有很曲折的发展的立场 最著名的是 有两次AI的冬天 一次是发生在 这个六七十年代 一次是发生在八十五年 都是因为人 其实里头有一个最重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或者是重大的原因之一是什么呢 就是人们过分的乐观的去 预估了AI所能达到的这个能力 当真正的AI的基础 没有办法实现的时候呢 人们就会对它有很大的这个失望 从而就导致 这个投资的减少 产业的产业的凋零 实际上就是两次这种AI的冬天 但实际上在学术界 AI的就是研究 其实一直并没有停止 虽然经历过冬天 这个更多是在产业方面 在这个研究界 实际上它的这个发展 一直是可见的 一直是不断的有前进的 刚才提到这个AI的冬天 这里头呢 又跟大家说到了 很多的时候是人们对AI的一个 一个过分的乐观的估计 这里头就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悖论 叫做莫拉维克悖论 这个我把这个中文说一下 要让电脑如成人般的下棋 是相对容易 但是要让电脑有如一岁小孩般的感知 任何行动能力却是相当困难 甚至就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个悖论实际上在产出什么呢 就是有的时候 人觉得非常难的问题 像下棋 但是对于机器来讲 反而不是那么的难 为什么 因为它规则相对的稳定 相对的固定 边界相对的明确 是在一个非常可控的环境下 去做的一件事情 反而电脑来讲 对于这样的问题是非常的擅长的 人觉得很难 但是电脑可能觉得并不一定很难 就像我们虽然能够下赢 这个国际象棋的冠军 能够下赢维基的冠军 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办法 目前来讲还没有办法 去生产出一个机器人 能够很轻松的做这种家政的服务 像做家政服务 像扫地 哪怕像扫地这样的一个 一些简单的这种感知和行动 实际上它都是在一个非常开放的环境 你如果让一个机器在非常开放 非常不可控 边界不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去执行任务的话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人总是这么想 就是啊 你看现在一个机器 已经可以下赢国际世界 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了 下赢维基世界冠军了 那么它肯定拥有很高的智力了 那么我反正下不赢国际象棋 它的智力应该比我还要高 但其实并不是的 它只是电脑它的智能值在某一方面 人相对没那么擅长 反正机器有很大的优势 但有一些方面呢 人其实要比电脑 要比现在的人工智能的技术要 这个厉害 非常非常多 那么我在谈到现在 这一波人工智能兴起 最重要的一个应用点 或者最重要的一个技术是 就是所谓的这个深度学习 刚才跟大家讲了 深度学习实际上 它最后用到的技术基础 也是这个神经网络 那么神经网络 实际上就可以看证 是刚才说的那个 Porsetion 那个感知机的一个增强的版本 它在2012年 在这个机器感知上 产生非常大的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 这个图的 它这个横轴是这个时间 纵轴是这个误差率 错误率 那错误率肯定是越低越好 是吧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种 语音识别的任务上 从2000到2010年 整个这十年 几乎处于一个停证状态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内 我们并没有发明更好的技术 去来提升这个 语音识别的准确率 但是到了2012年 因为用到了深入学习的技术 这个语音识别的错误率 大幅的下降 再像这个ImageNet ImageNet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一个图片感知的一个竞赛 这里头呢 也是横轴是时间 因为这个竞赛是每年举办的 所以说它是从10年到14年 所以说每年都会有一个统计 统计的是什么呢 统计的是不同的算法 也是它的误差率 那么显然也是误差率越小越好 我们可以发这里头呢 蓝色的圈代表的是传统方法 在当年所取得的误差率 那么橘红色的圈代表的是 深度学习方法 在当年所取得的误差率 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在2012年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 亮眼的一个橘红色的圈 这个圈就是AlexNet 在2012年ImageNet的竞赛里 AlexNet 它在这种 这个识别的误差率上 已经远远的拉开了 跟传统方法的一个距离 然后呢 学习界非常迅速的发现了这一点 2013年我可以看到 传统方法 几乎的 传统方法只剩一个 2014年 几乎全都是人工智能 全都是深度学习的方法 是吧 并且呢 这个performance 这个性能 也是一年比一年的提升 这个ImageNet 简单说一下 ImageNet的这个数据集 它是由这个 李飞飞教授 所带领的团队 收集的 通过网上收集这么一个数据 做图像分类的数据集 这里头呢 一共有 1000个 在竞赛里头一共有1000个 目标的这种类别 然后呢 一共有100多万张的 这个 图片 那么做到的任务就是 给你一张测试图片 你要去区分 它到底属于这个1000类object中的 哪一类 那么 到了这个 2014年的时候 GoogleNet就已经 从 就从这个 这个Top5的 Error Rate上 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人类了 那么整个这个ImageNet竞赛 于2015年就关闭了 因为 已经发现 机器 跟人的水平 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了 甚至在 有些程度上 超过了人 所以在 再长期举办这个竞赛 已经意义就不是那么大 所以这个比赛就关闭了 但它是非常 这个 这个深度学习 或者是 人工智能发展史上 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模型 2010年 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 Backup Word模型 到了2012年 这就是 AlexNet AlexNet实际上是一个 五层的神经网络 到了2014年 就出现了VGGNet 和GoogleNet VGGNet是十几层 GoogleNet是20多层 然后到2015年 由这个 我们华人的科学家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微软亚洲研究院 所研发的 这个 ResNet 拿了冠军 ResNet 它 在2015年的时候 就可以达到 1000层 我会发现 就是 什么时候学习 如果我们一个 简单过来理解 就是它承受 就越来越深 它比刚才我说的那种 Perceptor 就是感知机 一层或者两层 感知机 要深得多 我会发现 它深 为什么要深 网络深了之后 实际上它的这种 表达能力 也是成倍的增加 也能够更好的去区分 非常复杂的 这种 不同形态的 这种object Apple 2016年 这个我不说 大家也都知道 下营的这个离世时 这是DeepNet Mind 那么它所用到的 技术实际上是两个 一个是 仍然是我刚才提到的 一个深度学习 另外一个重要的 一个手段 就是所谓的 强化学习 除了刚才说的 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基础 就是所谓的 DEP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这是一个生成式的模型 它里头 这个框架非常的有意思 这里头有两个 最重要的一个 一对模型 一个叫做D Discriminator 一个叫做G Generator Discriminator Generator所要做到的 是说产生 尽量接近于 真实图片的图片 那么Discriminator 就是用来区分 给我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 到底是在真实环境中 所拍摄产生的呢 还是由机器 由这个Generator 所Generator 那么可以发现 这有点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 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 这就好像是 两手左右护博一样 是吧 Generator越强 也能刺激你的Discriminator 学得更加的 更强 那么Discriminator 变强之后呢 也迫使你的Generator 要变得更强 这所谓模高一时 刀高一丈 左右护博 这样的话呢 最终G和D 共同提升 共同促进 最后产生的图片 实际上是 已经达到了 非常非常接近 真实图片的 一个效果了 我看一个例子 这类方法 就叫做对抗学习 大家可以猜 最后 他们在生成什么 这是一个对抗学习 不断的训练的一个过程 这些所有的这些图片 都是由我刚才说到 那个Generator G所产生的 我们可以发现 在一开始的时候 Generator所产生的图片 其实好像 我们并不知道它 是干什么 是吧 但是最后 最后我们看到最后 我这个 快进一点 大家看见这是什么 这实际上是 报纸的图片 这个Generator 它就是说 跟Diskimator 共同促进 然后在收集了 很多这种 训练的时候 收集了很多这种 无标签的 这种报纸的图片 最后呢 Generator就也能 自动的去合成 一些报纸的图片了 然后大家知道 那这两个人是谁 很清晰是吧 细节很丰富 是吧 应该是两个 这个西方的明星 但我跟大家说 这两张图片 也是由 对抗学习的模型 所产生的 大家要知道 这个跟CG 基础是不一样 CG基础 是我有一个原型 我在基础上 用人 这个加一些 渲染的技术来生成 这个呢 我输入的只是一个 噪声的信号 输入的只是一个 没有任何这个 这个特定物理的 一个噪声的信号 那么通过 把这个噪声信号 输入到我的Generator之后 就能生成这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 非常接近 真实的这个图片 那么 人工智能范图 现在有一些 什么障碍呢 那么它未来的 趋势是什么呢 是我下一个换节 向大家做这个汇报 刚才提到的一个 非常著名的 这个数据器 叫EvG9 当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能够 收集到海量的数据 并用这些数据 作为训练的时候呢 它就能够具有 非常强的一个 泛化的性能 然后呢 我在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 具有泛化性能模型呢 它就能够在 非常多的领域 得到应用 只要在这个领域 我能够收集到 大量的数据 我就可以 够成这样的数据器 然后训练 在这个领域里头 能够具有 很好泛化性能的模型 刚才说的 EvG9 实际上是 对这种图片 所做的一个数据器 那么当前呢 也是在不同的领域 都在 人们都在试图 去收集一个 非常大规模的数据器 然后训练一个 具有非常 非常好的 模型 还有一个趋势 就是所谓的 自建讀学习 这个自建讀学习 也是今年 非常热的一个点 刚才大家 跟大家讲的都是 讲的那些方法 实际上都是 监督学习 那么什么是 监督学习 监督学习是说 我收集了很多图片 是吧 像Infinite 怎样 我收集了很多图片 但是每一个图片 我都必须要 通过人工的方式 给这个图片 打一个标签 是吧 比如我有一千类 我就需要 告诉 机器 这张图片 这张训练图片 它属于一千类的 我必须有这样的 一个标注的过程 大家知道收集很大规模的数据集 然后在这个数据集上 做标注 是一个非常非常耗时 耗成本的一个事情 那么有没有可能 用一些无标签的数据 我很廉价的 就可以收集到很多数据 但是这些数据没有标签 我能不能够也学习到 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模型 而实际上 这是今年的一个图片 人们发现 无论是在这个自然原处里面 还是在这个计算机视觉里面 通过一种自动打 自动标注的方式 产生一种尾标签 然后用这种尾标签 去作为训练数据 同样能够产生出 很好的具有泛化性能 这个模型 这是今年非常重要的 一个热点 这个模型叫做SIMClear 他是去年图灵奖的获得者 也是深入学习 最重要的一个研究者之一的 Jeff Hinton 他所提出的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就是用自监督的方式 去训练一个图像的分类器 那么这个片工作重要的点在哪呢 就是人们发现 我即使不需要这种标注 我训练的模型 跟那些需要标注数据的模型 它在分类效果上 或者在泛化性上 已经非常非常接近 能够接近 但没有超越 为什么能然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因为它省略了标注数据 这样一个非常耗成本的这样一个过程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今年非常流行的一个点 就是这个所谓的self-attention模型 这个自助力机制这个模型 叫做transformer 之前人们在 无论是你是想去做图像学习 图像的学习 还是做语音的学习 或者是做自然语言的学习 它所用到的这种模型 是各不相同的 比如对于图像领域 我们用到最多的是卷积神经网络 那么在这个序列里面 什么是序列呢 像语音和自然语言 都可以把它看成序列 如果你的信号是序列 其实我们就不太能用卷积神经网络 我们用的更多的是这种 地规神经网络 和熏化神经网络 也就是说我需要 人们去想来设计出这样的一个模型 去适配我的这种数据的格式 数据的类型 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需要 专家花很多时间去做的一个事情 那么今年我们就是说 很多的任务不同 不管是你在图像领域 在语音领域 还是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人们都发现 我可以用一种统一的模型 这个模型就是Transformer Transformer它内部的一个核心机制 就是所谓的self 它是自主力的机制 我们发现这个自主力机制 它非常的general 能够同时处理不同模态的数据 包括图像 包括语言 包括自然语言 也就是说 未来发展 我们在可见的这个 未来的两三年里头 这样的一个大一统的一个模型 有可能会构建出来 另外一个发展趋势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图神经文化 刚才讲到的这种 无论是图像 还是语音 它实际上都是在欧式空间里头的 那么但是实际上很多的 这个数据 它并不是分布在欧式空间 比如像知识图 像一些图结构的数据 它其实并不能用这种欧式的距离 来表达这个两个要素之间的 这个关联 或者两个要素之间的距离 那么在非欧空间里头怎么办 用的最多的就是图神经网络 这个其实已经发展了两三年了 这个领域也是非常的热 另外还有一个领域就是这种 我们发现这种AI的脆弱性 然后怎么进行AI的防御和AI的攻击 大家可以看 随便挑一个图 大家请看 House这张图 马是这张图的标签 我们会看到这里头图片里头 有一张 有一个马的图像 虽然比较模糊 但是我们能然可以发现它是一匹马 那么我仅仅改变这幅图像中某一个像素 大家看见这里头有一个像素 是吧 它的像素值被改变了 改变了之后 我的模型的判断就会失效 不改变这个像素 模型能够正常的正确的输出马这个标签 但是如果我仅仅改变一个像素 我的人工智能模型 就把这张图片识别成了Frog 识别成青蛙了 我们看到这显然不是一个青蛙的图片 是吧 这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当前的人工智能模型 它实际上是对于这种某一些类型的标签 它实际上非常脆弱 也就非常不乱棒 非常的不稳定 那么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研究领域 就是说我一类方法是我去研究 怎么样通过这种攻击的方法 通过我不改变这幅图像的 其实本质的标签 我只是改变图像中的某一些像素 或者某一个片段 就让我的人工智能模型失效 或者是犯错 这就是所谓的人的神经网络攻击 那另一方面就是神经网络防御 防御是说 我如何通过调整我的模型 能够具有更好的稳定性 来对抗这些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在game AI领域里头 你看这个随着这个 过去几十年AI的发展 我们下赢了西洋的机器 下赢了西洋跳起 下赢了国际象棋 下赢了围棋 围棋似乎被认为是最难的一种 这种人类的旗类的游戏 那下一步该干什么 实际上现在很多的这个公司 它都在投入这个成本 来研究一个会玩星际争霸 或者会玩魔兽世界的 这么一个game AI的一个model 那为什么做呢 实际上这种无论是星际争霸 还是这个魔兽世界 它的这个边界实际上是不固定的 它的操作的action 可选择的操作的个数 去远远高于北极或者是西洋 或者是或者是跳起 也就是它的任务实际上是更难的 如果我们这个机器能够下一步 能够战胜人类 在这样的一些模型上 就是说下赢高手的话 也代表了这个人工智能 又往前进了一步 还有是神经网络结构搜索 人们发现 虽然神经网络具有很好的这种预测 这种类别 或者执行某一些action的能力 但是神经网络本身 仍然是人在设计的 他仍然神经网络的设计 仍然是不是自动化 但是我们又不可能 培养出非常多的这种AI的工程师 让每一个工程师都 针对这个日常生活中 各行各业里头的这个领域里头 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来 具有针对性的设计模型 这个成本太高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 我还是提供你一些数据 然后以刚才说的这种 之前的这种训练数据的范畜 让机器来设计一个神经网络 这也是目前来讲 国内外重点发展的一个领域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机器设计出来的一些神经网络 它非常不规则 但是它的性能 超过了那些人所设计的 规则的模型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 这个因果分析 朱蒂普尔 她也是图灵奖的获得者 她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 英文叫做The Book of Wine 这里头她认为人类的智能 可以就是说 或者是分析能力 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关联 第二个层次是干预 第三个层次是反事实 当前的人工智能模型 实际上还停留在这种 关联学习的这个层次 她能够发现 标签跟图像之间的关联 但她并不能发现 标签和图像之间的因果关系 那么怎么样去进行 去分析 去学习因果关系 仍然是当前人工智能界 破代解决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刚才提到了 很多的这种神经网络 神经学习的方法 实际上它都可以叫做是神经类的学派 或者叫做连接学派 那么实际上 常年来讲 在人工智能界还有另外一个学派 叫做符号学派 符号学派是用来做这种定理证明 做这种逻辑推导 它是非常擅长于做这些事情 但是它不擅长做感知 连接学派或者神经网络 这一个方向 它能够很好的去做感知 所以说这两类的模型 它各有利地 那么怎么样把这两类的模型 能够融合在一起 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如果我们能在这上面 做出一些突破的话 也可以产生非常大的这个效果 再进行到下一步 那怎么看待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似乎能做非常多的事情 又似乎又有很多的缺点 那么人对它 人们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看法 也非常的两极 一类方法认为 人工智能是对人类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那么在这个方向上 实际上一些科幻小说家 它走的最前面 是吧 这本小说叫做Iroball 我已经忘了它是什么 哪一个年代 就是写出来的 应该也是六七十年前 在这本小说里头 它似乎就预见到了 机器人对人的威胁 所以说它提出了这个 机器人三原则 这个机器人三原则 虽然是一个科幻小说家 它提出的 但是它被我们这个研究界 这机器人的研究 这个真正的科学界 也被广泛的采用 它三原则就是 是这样写的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 或者坐视人类受到危害 那么第二点就是 除非违背第一原则 否则机器人必须 服从人类的命令 那么第三条就是 除非违背第一 或者是第二个原则 否则机器人呢 必须保护自己 这是机器人三原则 第六个原则 实际上就是 很早很早 在人工智能 远远没有达到 当前的这个程度的时候 人们已经开始感受到 机器的危险了 另外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极端 另外就是 另一个极端 就认为 AI实际上它还有 非常大的缺点 是吧 大家看这张图 这张图 大家知道 这是一个什么目标吗 这是一个什么物体吗 它实际上是一个 一个水母 对吧 生活在海里的一个水母 如果仍然像刚才那样 我改变红圈圈当中的 某一个像素 实际上机器就已经失效了 机器就不能够正确的判断 这是水母 机器 如果我们改变这一个像素点 机器产生的预测是什么呢 产生预测是玉帽 是我们洗澡时候 戴的那个淋浴的玉帽 又有些认为 你看 人工智能模型是如此的脆弱 如此的不可用 是吧 不可在实际应用中产生很大的作用 因为它不可信 是吧 我并不能非常的信赖我的机器 因为它有时候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 如果在一些生命攸关 非常关键的领域 用了AI的模型 它如果犯出这样的错误的话 有可能产生的效果是灾难性 这是另外一个极端 但实际上 我认为呢 这两个极端实际上都不可取 我们更多的是应该了解到 当前AI 它所能够解决的问题的边界 然后在这个解决的这个 它能够解决的这个能力的范围之内 我们尽量去挖掘它的商业价值 即使是这样已经能够做出非常多具有革命性的这种改变 那么最后是谈一下那个这个AI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就业 这是很多公司的logo 我是从哪这个抄出来的呢 这是某一年 AI领域影响力最大的一个会议叫做CVPR CVPR的这个金牌赞助商 大家可以发现这里头的这个公司啊 主要是来源于两个地方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美国 是吧 像是美国 像是Google Facebook Amazon Intern And Microsoft 都在这里头 像中国呢 像BAT 像是腾讯 滴滴 阿里巴巴 是吧 还有这个什么浴室啊 格林盛东这些这些初创企业 其实都在这里头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中美两国的公司应该是最看重AI领域的发展 所以说呢 这个在这个就业方面 中国的这种人才的市场的规模也是非常大的 从产业界我们看到 已经有很多这个人工智能应用的成功的案例 像是这个人工识别 人脸识别 像是这个今日头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就是它是这个做这种新闻推荐的 其实它背后都是人工智能算法 还有像Siri这种虚拟的个人助理 还有更早的这种这种垃圾邮件的过滤 还有自动驾驶 机器翻译 智慧医疗等等等等 实际上这些都广泛的用到了各种人工智能的技术 那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这上面是我的邮箱和这个网页的链接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放邮件来跟我询问 就这样 谢谢 非常非常谢谢 谢谢我们王鹏教授 感觉我们就今天在这边体验了一堂 就是大学的课吧 然后很仔细的就是去了解了就是整个AI的这个发展 让我们又喜又忧 喜的是好像原来我们人类好像还有这个立足之地 那这个忧的是 这个可能那么多人才投入这个AI的这个事业跟研究里面 会不会有一天就是AI会变得更更强大了 这个部分 那无论如何今天我们坐在这个讲堂里面的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学生 还有一些家长老师 他们可能很关心就是 那如果有一天我想到西北工业大学去 可能跟王教授一起来就是学习这个专业的话呢 我们到底这个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呢 我们马上请出就是西北工业大学 我们张琪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西北工业大学 有请 哈喽各位老师同学家长们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给大家介绍我们西北工业大学的本科的一个招生情况 嗯今天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之后大家有任何疑问都可以联系我们 之后也会把联系方式留给大家 然后我叫张琪我是负责我们西北工业大学国际学生本科招生的老师 嗯今天呢我的这个宣讲主要从两个方面 首先就是为什么选择西安 也就是我们这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所在地 然后就是为什么选择西北工业大学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西安的一个漫画图 首先呢如果你是一个吃货 一个小吃货的话西安是非常非常适合你的 然后西安也是十三朝的古都 嗯左边大家应该都认识是秦始皇兵马俑 也就是秦朝的一个遗迹 然后有唐朝的大雁塔 还有中古楼 嗯我们西安也有很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像皮影戏和华山如果大家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 来到西安 西安呢也尊重很多的宗教天主教基督教 包括我们马来西亚比较多的这个穆斯林也会在西安有很多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到西安来很难融入这边的生活 西安也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现在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 嗯大家也应该对古丝绸之路有一定的了解 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坐落在古丝绸之路起点的正对面 嗯西安也是中国西北最大的一个城市 我们也是第三个中国第三个国际化大都市 好这是西安大概一个地理位置 先在中国大家可以看到比较偏中间正中间的地方 四季分明然后刚刚介绍到有独特的小吃 自然资源很丰富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然后有西北工业大学 当然还有我们从吉隆坡到先也非常的方便 机票呢也只要2000多人民币而已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西北工业大学 首先我们西北工业大学的世界排名 大家可以看到在正中间阿屋也就是上海软科的一个排名是201到300 其他的us news和qs包括times都是500左右 我们这个排名呢也是一直在直线上升的 西安也是国内的top 10的也就是前十名的 中国前十名的一个工科大学 哦 sorry是西北工业大学 我们西北工业大学也是卓越大学联盟的高校成员之一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PPT介绍了我们多个历史上的第一 有第一位博士 第一个空间材料实验室 亚洲最大的低速异形风洞 包括亚洲最大的水下销声实验室等 西北工业大学呢也是全国拥有国家科技重点实验室最多的高校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本科专业排名 后面会详细给大家介绍到我们今年的一个招生专业情况 这个幻灯片上显示的专业就是我们今年对所有国际学生开放的专业 当然有刚刚王鹏教授介绍到的人工智能 也是我们今年首次为国外学生开放 这三个标栏的专业是我们统计到马来西亚学生比较喜欢报考的专业 有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包括国际经济与贸易 当然还有市场营销也是比较受到欢迎的 我后面会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几个专业的一些核心课程 首先是刚刚王教授介绍的计算机学院的人工智能专业 我们学校里面有学生自己的社团 他们会自己开发一些Dance Robert 或者是一些那种机甲人会去参加很多比赛 非常有意思 都是学生自己组织的社团 会有指导老师 这是我们人工智能方向专业的一些核心课程 大家可以看到有包括语言编程 智能系统和数字信号处理 然后和一些选修的综合设计 下面就是电子商务 我们的电子商务是跨境电商方向的 和阿里巴巴集团共同成立了一个电商教育的联盟 我们是主要的发起单位 好 管理学院给大家主要推荐的就是市场营销专业 当然我们也有工商管理专业 工商管理专业是英文授课 然后市场营销是中文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比较擅长的这个语言 来选择我们这个专业 我们管理学院和世界很多有名的高校都有一些合作 这里可以看到市场营销跨境电商的一些核心课程 有国际市场营销 零售管理 商务谈判 品牌管理 包括会设立一些国际贸易的内容和国际金融的内容 好 刚刚提到了国际经济与贸易 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人文金法学院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这个学院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实践和实习 包括跟政府合作的一些启示业单位 这是国际贸易和法学专业的一个核心课程 大家可以先大概看一下 好 西北工业大学呢 给大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 体验中国文化的机会 如果是寒暑假 大家不想回家 想在我们中国体验一下跨年的话 我们会有很多的中国文化 平时呢 也会有很多丰富的校园生活 你也可以结交到很多国际的朋友 我们相信呢 通过尝试实践才能帮助更好的学习 比如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上面是一个飞机的模型 如果是航空学员或者航天学员的学生的话 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动手的机会 好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人才培养环节 首先是丰富的暑期活动和国际文化活动 我们都会定期举办一些国际文化活动 有很多你可以展示你们自己国家的文化 当然马来西亚学生每年也都是会有很很丰富的 很丰富的节目 也很受到大家的欢迎 这里是我们的校园的一个 概况 我们有亚洲最大的一个水上图书馆 好 这里就是我们校园的一些漂亮的风景照 如果来到西北工业大学 你就会住在秦岭山脚下 然后这里的自然资源很丰富 然后校园环境也非常好 就感觉每天自己置身在公园里面 好 这是一些我们学生的基础设施 宿舍呢 也是19年 为国际学生重新全部建立的全新的宿舍 所以环境也非常好 非常新 学生们反馈也很好 这是一些活动的照片 我们篮球馆游泳馆 包括足球场都是很完善的 然后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这个鲜花盛开 这里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毕业之后就业的方向和实习单位 我相信这里有很多logo大家都很熟悉 有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像小米 华为 阿里巴巴 京东 联想等等 包括国际上很有名的像Honeywell or Boeing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我们跟这些单位都是有一些合作的 好 这一部分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年的招生费用和奖学金的问题 我相信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部分了 首先呢 中文授课的这个学费一年是2万人民币 然后英文是2万2 你还需要付一些保险费和住宿费 如果这个费用比较高的话 对大家来说有一点高的话 我们还给优秀的学生提供了各类的奖学金 我们奖学金机会也是很丰富的 首先我们有自己的留学工大的奖学金 也就是我们学校自己提供的一个奖学金 它主要分为三类 一个是卓越 一个是全额 一个是半额 根据这三个不同的种类 我们提供不同的这个免除或者生活费的补助 当然呢 这个是要通过我们申请审核 包括后面的面试来决定的 其次还有一带一路的奖学金 和我们在校生的一个奖学金 在校生的奖学金 也就是提供给自费的学生 如果你第一年可能没有办法拿到奖学金 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会进行奖学金的评审 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新的奖学金的机会 所以你只要在西北工业大学好好学习 好好表现 都是有很多的拿到奖学金的机会的 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申请要求 大家可以先自测一下 看自己有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呢 我们接受UEC的考试也有SPM 包括STPM都可以 UEC呢需要五科目三十二分 包括华文英文一科数学和其他两科相关的科目 比如说你申请的是人工智能 可能就是相对比较偏理科的方面 你就需要有一些数学物理的基础 那这方面的成绩就应该要好一些 如果你申请的是电子商务或者国贸这样的比较文商方面的 那我们就会参考文科方面的成绩更多一些 好 像语言成绩这一部分呢 因为马来西亚学生的这个中文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的要求是独中学生呢 不用提供HSK的成绩 如果国中学生经过我们学校的认定 你的语言成绩真的很好 然后经过面试 那你也可以不用提供这个语言成绩 这是针对中文授课的学生 如果大家是认为自己英文比中文要好一些 想选择英文授课的话 那我们学校接受的语言成绩是 除了亚斯托弗还有今年的多灵国 为大家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可以在家里面就完成这个语言成绩的考试 如果关于这部分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大家可以随时在群里提问 或者刘华德老师也会总结整理给我 然后事后我给大家用文字的方式回复也是OK的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的这个学术成绩 不是现在还没有很好 或者说想为自己的本科入学之前有一个过渡的话 我们这边也有一个预科的安排 预科的安排是分为理工和文商 大家可以看到理工和文商 他的这个涉猎的方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比如说理工 他可能主要会讲一些数学物理的方向 这部分的课时会比较多 如果明年的三月份 大家还不能来到 我是说如果还不能来到中国的话 我们会在线上给大家开课程 这样九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起点 文商方面 我们会开设商务数学和经济与商务方面 这些就是公报考市场营销 电子商务和国贸这些专业的学生 我们对明年九月份 大家能够来到中国还是很有信心的 因为现在我们疫苗研发也是进入了最后的阶段了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对这个事情很有信心 希望大家也能够充满信心 我们九月份在西北工业大学相见 好 这是我们的一些联系方式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记下来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 因为时间关系 有任何问题呢 我会在旁边的留言板给大家回复 谢谢大家 谢谢林老师 好谢谢 谢谢张琪老师 那我们这边 我们就马上看看同学们的问题 好的 先请我们的这个王浦教授给同学回答好吗 就是我们这边有个同学问 人工智能的这个普遍 普遍性 越来越普遍的时候 普及化的时候 我们还有隐私可言吗 王教授 是这样 在这个人工智能 比如在数学训练阶段 因为我们可能收集到大量的 这一块有可能 这种隐私的这个 就是安全监控这一块 如果就像人脸识别做的 如果没有很好的这个这个这个措施的话 也可能会产生这种隐私的泄露 这块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呢 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这种 人工智能和社会之间的 您比如我们现在正在这个 就是这个展开了 作为人工智能发展实验区 实际上也在开展一些社会实验活动 就是去研究人工智能对于教育 或者是无人系统 对于这个社会的这些 社会的这种实验 去充分的去评估 我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 应用到社会之后 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 能收集一些这个实验数据 就能够更早期的 把这些问题进行处理 比如像我们 现在其实目前来讲 已经有很多这个考虑到 隐私的这个手段了 比如说我们收集的一些数据 这里头如果出现人 或者出现特定的车牌的话 实际上你要想把它release掉 把它就是说开放 都必须把人脸和这种车牌 这些涉及到隐私的部分 都把它遮盖掉 从这方面来保护训练数据 里头不会出现这种人的隐私 那么像安航监控这一块 实际上 调用这些数据 是有非常高的 这种各级这种权限的限制的 不可能让这些数据 流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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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 然后人工智能 这个从研究方面 其实也有很多这种 这个方向来专门去做这种 在基于隐私保护 考虑到隐私保护的情况下 怎么样去使这个应用人工智能 比如像是这个 香港的杨强教授 他一直在推出这种联邦学习 就是在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当每一个人都有一部分数据 我并不想共享我的数据 但是我的模型仍然需要 这种大规模的数据 做训练的时候 有没有可以 可能做一些处理 就是我的模型 只在本地用到你的数据 然后我并不把你的数据 传到我这边 但是我利用你的数据 在你的机器上 我学习了一下 学完之后 我只是把模型拿过来 模型因为本身不存在 隐私的先秘 通过这样的方式 通过这种联邦学习的方式 既保护了隐私 又进行了大数据的训练 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其实非常火的一个方向 所以说我感觉 其实隐私的泄露 无论用没有用到人工智能 实际上都是存在这样的问题的 其实更多的关键是人的因素 那么一定要跟他 就是说当然了 用了人工智能 使得这种发生的这种激励 因为他太智能了 有的时候速度又太快 信息化的这种传播的速度又很快 那么更需要这种严格的执法 还有严格的执法 还有这种妥善的这种 这种整个这种社会的安排 来使得人工智能是服务于大众 而不是去伤害到大众 这话实际上 像我们学校的一些这个管理学院 或者是人文学院的 其实也在做大量的这方面的工作 像人文 就是人工智能与这个法律 人工智能与这个管理等等等等 实际上这些都是在这个开展各式各样的这种研究的 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过分的担心 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问题 因为最重要的因素实际上不是这个技术 最重要的因素实际上还是人 对 就好像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工业化时代来临 你会担心 现在人们会担心就是你被车撞着吗 大家知道肯定有可能这个发生 肯定有可能就是说车祸的发生 但是我们通过良好的这种 这种驾驶规则的这种学习 还有这个驾照考试的严格的执行 在很大的程度上 其实大家并没有很担心 你会不会出车祸 对不对 所以说都是要有相应这种社会的这种 规则 规章制度来配合使用 我觉得是这样 好 让他是服务而不是伤害 就交给专家们去研究了 好 那王教授这边还有个问题 就是虽然刚刚你们都一直在提到说 就是这个数学 这个数学在这个 AI这个专业上面非常重要 我们还是有同学不放弃的问 就是非理科生是不是也能够选修 就是这个计算机系 或者是有关AI的科系 其实如果 我不知道您就是马来西亚同学 所谓的非理科商是说 他会去学到基本的数学吗 是 他们就是普通数学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可以问 应该问题不大 因为我也接收过 从这个外学院考过来的这个学生 其实他的数学水平也还OK 但是如果你愿意去投入 其实你更多的数学的学习 这么说吧 以后你用到AI的 如果你用到跟AI相关的数学 肯定是在大学学 不会是在高中学 是吧 当然如果是这个 星空大的相关政策准入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放心大胆 去选择AI这个方向 因为AI绝对 AI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研究 它绝对不是说纯依赖数学 更多的时候实际上是需要你的思考 需要你的灵感 在这个方面 其实理科生与非理科生 差别没有不大 对 更多的是强调你创新性的思维 对 当然了你说你不能有 你不能说是我一点数学基础没有 那你论文就看不懂 对吧 也不能说是我一点这种编程的能力没有 那你也做不了任何的实验 所以说这点块 我觉得完全可以放到大学里头来学习 对当然是我 我强调是满足这个我们学校的 或者是其他这个中国大学的这个准容的门槛之后 我觉得你可以是可以放心去选的 不会说是成为一个特别大的障碍 你毕竟你的高等数学是在大学期间选 对吧 那我们同学们加油了 那我们这边其实也就有个问题的 王教授 就是真正要能够掌握这个AI 我们这边有些同学问 是不是一定要就是 未来还要上研究所才能够真正掌握这个AI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关系到他们的 他们的整个升学的规划 实际上以目前来讲 真的能够就是说 尤其是早期的时候 早期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因为早期的时候 没有一个专门针对人工智能的设置的 这个本科的专业 所以说真正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都是 人工智能工作的肯定都是研究生 博士生 是吧 但是呢 开设了人工智能这个本科专业之后 实际上就会有针对性的培养一些 你的这个相关的技能 同时由于这种产业的发展 一开始这个产业发起步的时候 肯定都是这种高阶的人才 像博士 这个博士生啊 研究生啊 他们开始去发力的 但是当你这个普及之后 就像计算机一样 我们想想computer science 最早也是书博士在研究 对吧 但后面你说computer science的本科生 有没有就有机会呢 有大批的决机 这实际上这是一个产业逐渐下沉的过程 当那个产业足够大 下沉到 比如像教育 像银行 像等等这些领域的时候 那你的本科生的价值 就会有机会在 然后以我个人的经验 实际上我带了一些很好的本科生 他们在 大一的时候就进我实验室 大三的时候 就已经在人工智能这种顶级会议上 像Triple AI啊 发表文章了 他的就是科研的水平其实并不比硕士生和本 或者是博士生弱 所以说这AI的研究 你如果真的有热情的话 其实你本科期间就可以去联系我们来进入实验室 一些很好的这个成果 所以对于你后面无论什么新造还是工作 实际上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 是是不晓得王教授有接触过我们马来西亚同学吗 我这话还真没有 但是我非常渴望去 非常有这个热情 去跟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同学去多沟通多交流 对 因为我知道这个马来西亚同学 一个就是一方面中国很好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那个整体的素质都非常的高 也欢迎大家来这个西工大学习工作 好非常谢谢 谢谢王冲教授 那我们知道您现在有事情要去忙了 那我们现在其他的问题就要麻烦张老师给我们解答了 我们再一次谢谢王教授 谢谢您 谢谢您 那我就下线了 好谢谢 谢谢感恩 感恩 那我们这边呢 也请张老师这边给我们同学回答 就是 这边有好几个问题 我这边 OK 好张老师 张老师还在线上吗 张琪老师 我看一下 看来好像张琪老师 没有在线上了是吗 我们请留华同学会的我们的后台的同事们就是帮忙一下联系张琪老师好吗 好的 等一下啊 张琪老师应该是跳出去了 然后我看在线上还有一个招生办的 Vivian老师是吗 Vivian老师可以带带那个张老师解答吗 Vivian老师可以听到吗 哦可以听见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本来应该是张琪老师来讲 他刚临时有一个突发状况 我先就代替他解答几分钟问题 行行行 好的 对我看到有有学生说在问就是 关于成绩单的上传以及就是我们学校提供哪些专业 这些一会儿张琪老师会通过PPT给大家展示 所以同学们不要着急 成绩单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在线报名系统可以上传提交 然后通过我们招生办来审核 然后专业一会儿会有一个详细的专业列表 像有同学 一位黎同学问有没有机械电子学科 我们有机械工程还有电子电器工程各类学科 这些学科在世界排名都是比较靠前的 而且是国际认证的工程师教育 好那这边也有同学在问就是有没有就是电脑科 电脑科技的相关科系 电脑科技是我们有一个计算机学院计算机学院像刚刚王鹏教授 它就是来自于这个计算机学院的人工智能专业 人工智能专业是我们新的工业大学从去年开始新招收的一个 新任教育部认定的一个专业 除此以外计算机专业还会提供像像这个电子商务 好那也有同学问了就是我们SBM成绩B以上 可不可以直接用来申请本科还是必须要通过预科 预科不是必须的 预科是在学生他如果没有达到我们要求的成绩的时候 他才需要上预科 像这位同学如果上SBM以上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直接达到我们的入学要求的 OK好那也有同学在想要了解 就是SBM成绩如果达标的话 申请本科跟先修了预科之后 两者比较起来哪一个申请奖学金的这个门槛会有所不同吗 还是说哪一个会更好 门槛是一样的 我们的入学标准一直都是固定的 所以说他如果SBM成绩已经达标的话 他与预科的同学是在一个起跑线 如果预科同学达到跟他相应的同等的水准的话 我们对待他们是一样的 所以奖学金这个不用担心门槛是一样的 好那预科有没有英文授课 有没有奖学金 现在我们的预科都是中文授课 因为是由我们学校的汉语中心来提供预科教育 所以主要是中文授课 然后预科这个阶段是不提供奖学金的 好那我们GM呢 这边这位同学也想要了解 就是高中时期的成绩总平均 大概在68到70分左右 不晓得可以拿来申请吗 嗯我不太清楚他这个平均成绩 他是百分之的吗 对百分之的就是总平均 可能稍微会有一点低 因为我们一般百分之会要求至少70分 不过也会可以参考他 如果说他在其他方面表现非常优秀的话 也可以供参考 他可以尝试的是 把他其他的材料提到给我们 Millian老师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高中的成绩啊 他是用高一到高三的这个平均下来的 这个得到这个平均分数 还是说就是看他高二或高三的 那一年的总平均就可以了 我们一般要求的平均成绩 是整个高中阶段的 因为是所有他成绩单会显示他从高一年级 一直到高三年级的所有各科的分数 然后平均成绩是所有的课程的平均分 对我们一般是要求是这样提供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看到 Vivian老师这边其实也已经回答了 不过还是请Vivian老师就是讲一下吧 有同学说就是西北工大会不会对想创业的学生有一些支持 我们学校对创业是非常支持的 因为既然时间关系可能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 就是我们学校会有一个大学生的创业指导基地 这个基地它是专门会对学生进行一些创业的指导性教育 培训然后以及会会与外部有很多的一些像资金投资方面的联系 然后会给学生提供一部分的基金的支持来帮助他们创业 然后包括我们西北工业大学也跟这边高新区也是非常接近的 高新区它其中有一块地方就是一个创业基地startup zone 然后帮助学生来会有一个地方一个空间来进行创业的实施 这个都可以放心 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已经来到5点22分了 那我们同学如果对这个西北工业大学还有很多疑惑的话呢 大家不妨就是下载刚才我们在前面一开始就放上来的那个梦想中国 那我们西北工业大学的这个详细的资料包括奖学金啦 包括我们的STPM SPM然后同考等等的这个申请条件 然后分数线等等的都在那个里面资料里面都有显示啊 所以呢欢迎大家就是就是赶快下载啊赶快下载 那Vivian老师这边最后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同学们就是叮咛的 嗯目前没有 然后我希望我正在联系张思老师他会尽快上线给大家讲解 就稍微等几分钟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朋友啊 他是这样子他的本科呢是读社科的新闻学系 那硕士班呢他想要就是转向就是计算机的方向不晓得可以吗 新闻学系就字面意思理解的话他是不是属于文科方向的学生 他说他是社科 社科社科的话可能选择计算机比较困难 因为我们一般计算机是在国内是要求是理科生 他们要有非常好的数学跟物理基础 所以说可能社科没有办法 但是他可以申请就是比较类似的 现在管理学员会有一个跨境电商专业 他学的就是也是与计算机方向电子商务比较相似的 但是电子商务会偏向计算机一点 然后管理学员的这个会偏向文科学一些政策上 贸易上还有这个B2B这些形式上类似的东西 所以他可以考虑选择管理学员的跨境电商专业 好那老师我们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啊 就是他可能是现在旅居马来西亚的一个中国籍学生啊 他这边是想请问他能不能也申请呢 嗯 这个是这样的同学 我们需要审核一下他的他的那个申请资格 因为像可能基本上大家都比较清楚 就是中国对所有的申请的海外学生会有一个年限上的要求 可能稍后如果说他要申请的话 需要我们详细了解一下他的海外经历 才能断定他是否有海外学生的申请资格 好那我们时间已经来到5点25分了 非常谢谢Vivian老师 那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时间呢 交给我们的苏耀员副会长 有请 好的 好谢谢Vivian老师 也谢谢小薇老师 当然我们也感谢王鹏教授跟张琪老师 非常精彩 也感谢大家的踊跃发问 那我这里提醒大家 我们线上教育一展 今天的明天 各个参展的学校的老师都会在线上 一直到晚上让大家咨询 那同学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 想要更了解的 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线上教育展的网页去 去观展去咨询 喜功大的老师也会在上面 直接给大家回复 另外明天我们还有三场专题讲座 关于设计的世界 关于大数据 关于探索安全可靠的未来 未来世界 成为产品生命的掌控者 明天早上10点钟 我们第四场的专题演讲 我们邀请到华兰理工大学的 郭威斌教授和大家谈 设计世界 智能生活 欢迎大家明天上午10点前 继续来与大师面对面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会就到这里 大家可以继续去到我们的那个 线上教育展去参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也祝福大家